如果您希望您的表保值 这个表最好就别带 万表流行力 康康很给力 还是康老师 中国中标网 欧洲事务总经理 著名中表媒体人 谢谢康老师 最近我看了一个报告 讲的某奢侈品集团 三季度的营收 不及预期 作者他的分析是什么 全球经济还没有从疫情中走出 另外很多消费者 比较注重保值 尤其是中国人 买涨不买烙 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 所以保值是一个很有趣的词汇 康老师对中标保值 比如说您的粉丝里边 或者是你接触的这些消费者里边 他们对保值到底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保值是绕不开的第一话题 作为一个老表友 老表迷分享给大家的忠告 如果您希望您的表保值 这个表最好就别带 因为只要是带了 多少会对表的价值 产生一定的影响 要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的节目估计就没人看了 开玩笑 咱们中国人在乎保值 把昂贵的奢侈品 从保值这个角度来审视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你要真是从经典的保值角度来看的话 我有一个思考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注重大类资产的保值的话 效果会更好 我一般建议大家用来玩表 用来玩奢侈品的预算最多达到10% 我之前听过更极端的一个说法 说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4% 这种思考框架是这样的 4%也好 10%也好 你花在这场的精力 应该是跟你的大类资产这么一个比例 比如说你在一个不到10%的资产上 花的精力呢 也就是在同比例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 你大部分精力呢 用到你的大类资产上 大类资产研究透了 研究好了 它的稳定 它的升值保值 可以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你的那个表可能是白来的 像我当年伤进动股了 75%的积蓄都用来买表的时候 就真的要指的这个表 说至少不要让自己吃亏 对 所以呢是这样 如果你花的这个预算 严重超过了刚才我跟康老师的推荐的比例 你要么成为表商 要么成为像康老师这样的著名钟表媒体人 反正就这两条路 如果你还是从这个保值维度考察的话 你会发现呢 康老师这个做法呢 也是保值 因为康老师花了很多精力研究手表 构建了自己在钟表界的权威 实现了自己的事业 达到了一种自我实现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值啊 我觉得保值还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花一个可观的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表天天戴着 一个是自己心里高兴啊有成就感 另外一个钱跑到了你的手腕上 但是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价值 对 我觉得这种钟表消费是比较力性而健康的 对 买奢侈品 手表也好 你喜欢的任何物品也好 如果你买了它 给你带来的是美好的享受 正向的激励 它可以让你的事业 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美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最终也是保值的 对 所以呢 不要紧盯着那个金钱的保值 不要紧盯着那个数字 对 你对保值怎么看 也欢迎你呢 用各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啊 咱们还是回到手表上吧 最近呢 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万表 莱卡的ZM11 据说呢 11月份就要上市了 关于这个表呢 我先初步介绍一下啊 这是莱卡跟瑞士独立机芯研发机构 叫CORONODE 共同设计的 机芯呢 是LA3001了 百均是18800 清洁度呢 据说是达到了天文台标准 动力储存的是60小时 从外观上看呢 还有快拆链带 金钢款呢 大概是5万多 钛金呢 大概是6万多 外形上呢 我先不说了 请康老师先说一下吧 我觉得现在的钟表领域 拓展自己的消费者 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使命 不管是通过代言人的方式 还是通过跨领域的产品 因为实际上在莱卡之前 你说卡迪亚 它最开始是做珠宝的 珠宝而优则表 然后万宝龙呢 做笔的 笔而优则表 刘老师发现没有 华为也在做表 华为最新的智能表 强调的是一个跟传统 高级制表的某种价值观上的衔接 所以莱卡做万表的话 只要它把产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一方面呢 就是莱卡的传统粉丝会认可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如果这个量不是很大的话 相应的它会有自己的投资和收藏的价值 那么问题就来了 很不幸 本人就是一个莱卡粉丝 虽然这个年龄有点大 但是我从莱卡粉丝来谈一谈我这个表的看法 基辛的性能指标做工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60小时也凑好了 咱们就说说这个设计上 莱卡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华为智能手表 他们以为他们的造型是传统手表的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设计师犯了一个什么毛病呢 不好意思啊 他们眼光是有点肤浅 高级手表体现在什么地方 不管是机心还是外壳呢 精致的做工是它的核心 而不是说它的识别度 他们应该看得再细节一些 用高级指标的语言 全是莱卡的这种精度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有一个文化承载力的问题 我个人非常喜欢卡地亚的原因 就是去看卡地亚的设计 更多的是欧洲20世纪上半页 近现代艺术发展史的一个承载 康老师说的还是很克制的 卡地亚之所以受欢迎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基于它的高级珠宝 美学的一些理念 比如说现在我们爆款手表 最流行的做法是什么呢 精致的做工 通过不同的手工抛光啊 拉丝的结合啊 产生了一种哪怕不相宝石 也可以显贵显好的一种手法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很多高级手表的核心 但是呢在新近的这些中标品牌上呢 我认为还是有点欠缺的 这就是连耐品嘛也有韵味 比如说来卡最先进的机型 它是从那些经典的机型来说的 3F啊 M3啊 如果你审视照相机的外观呢 你会发现即便在当时 它有很足料的手法 来体现一款精致的精密机械 但是呢我们在来卡的手表上 说实话啊 我是没有看到 我看到了来卡的logo 其实呢我倒觉得呢 这款表从它的独特性来说还是可以的 对吧 跟这个Chrono的专属机芯 做了一个标准还不赖的机芯 把它造型的话呢 应该说也很用功啊 只不过传统高级手表上 常用的一些语言的话呢 没有体现出来 携带后续的款式 毕竟产量不大嘛 所以呢我希望呢 来卡数码相机的粉丝啊 来卡镜头的粉丝啊 也能够在这有限的供应里边 能够迅速的拿到一款 像康老师说的 更希望在后续的款式上 不管是华为的智能手表 还是来卡未来的款式 能够在体现精致 体现尊贵的语言上呢 再下一些功夫 现在这个高级钟表市场 已经是群雄逐鹿的 这样一个领域 特别是疫情以后 感觉近乎于十英革命之后 全面重新洗牌的这种状态 未来也要面对 新一代的钟表消费者 最终还是由这个市场 做出评断 那么康老师 就是从保值这个角度 来评断的话 您预期会出现一个什么结局呢 现在大家生活在一个 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 各种钟表的信息 都是光速零时差零死角 传遍全球 利用地域信息差 搞到具有投资性表款的可能性 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基本上 具有炒作价值的表 很难快速的到达 中断消费者的手里 在这个表一退出 或者说放出一点风声的时候 基本上就被有眼光的资本 就给预定了 或者把控住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些 新锐的 具有成长性的品牌 指不定未来它会怎么样 然后当人们追忆起这个时代 追忆起这个款式的时候 突然它就爆红了 也是有可能性的 我还是用鹦鹉罗来举这个例子 就是鹦鹉罗作为白杂菲利 最具成长性的一款表 就不用加之一 就现行款式 5711这个款式 从推出到爆红 经历了11年的成绩 才突然一下整个市场的环境都变了 大众审美也变了 然后它才爆发起来的 鹦鹉罗尚且需要经历11年的成绩 谁能预测未来十几年以后 整个市场的热点是什么 消费喜好是什么 我是预测不出来的 那我们也就不做预测了 咱们就关于从保质角度看 新出的莱卡在M1手表 你怎么看 你是莱卡的粉丝吗 你是哪一款机型的粉丝 那么欢迎你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 咱们看看这款手表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 另外你们还希望康老师 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OK谢谢您 也谢谢康老师 谢谢